这边有海鲜耶 走在长滩岛街道上 感觉商店圈徒步区非常空旷 沿途边走边逛 居然也没有台湾或大陆游客 当地的观光三轮车上 一车一车载的几乎都是 菲律宾当地人居多 原来台湾旅客原本可以选择 搭菲律宾的皇家航空到当地旅游 而且是直达最靠近长滩岛的 卡提克兰机场 还有虎航可以飞到远一点的 卡利伯机场 要在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 但这两个航线 现在都已经买不到机票 对于想去长滩岛的旅客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因为旅客只能先到马尼拉 再转机到长滩岛 由于马尼拉的机场 其实它的便捷性非常的低 如果转机马尼拉再来到长滩岛 至少都花上半天时间 据了解从冬季颁表 10月29开始 虎航就暂停直飞 虎航也回应考量到 目前市场需求变化 以及旅客对旅游市场的期待 将以最妥适的航线规划为布局 对于中文的店家影响得非常大 像是中文的导游 中文的潜水的服务 或是中文的商家 通通都影响很大 就是有点苦哈哈 疫情后 国人旅游出现变化 向新雨12月就增加了 民谷和旧经商航线 华航不只在热点增加航班 也从12月9号开始 赴飞高雄新加坡 明年1月赴飞松山武汉 和高雄冲绳航线 长荣冬季颁表 桃园飞西雅图 高雄飞福岗 桃园飞冲绳 每周都有增加班次 大多航空公司 都还是看好出国旅游人潮 增加航点或航班 特别新闻什么介绍 热源台北财富摩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